大醫院外頭救護人員正要出動 不過急診室恐怕已經快滿載 由醫師分享急診室爆量狀況 小兒科病床 待床達到14床 如果要住院至少等待三天 甚至還有三個一歲以下病例 經過篩檢全都中標新冠 整個系統的問題 所以甚至還有救護車 就沒有辦法被派遣出去 更甚而知就是有病人 直接就把地上當住他的床來躺 台大急診等待住院人數已經破敗 台北馬街也56人等著住院 新冠疫情回歸 預估8到9月達到高峰 最近卻面臨病毒大亂鬥狀況 甚至接下來暑假即將來臨 就怕出遊造成疫情傳播更快 而且病毒似乎無怕熱 跟天氣熱不見得有相關 但是我們的人群的流動 或人情的交際是有關係 天氣熱在室內 室內有可能在一起用餐 比較容易促成這樣的一個病毒傳播 雖然依照過去狀況 病毒的確會在天冷時活躍度比較高 活著回酒店醫師也回應說是返常的夏天 民眾恐怕不能輕忽 但更可怕的是台灣味蕾 恐怕要面臨沒胸腸科可看的窘境 近兩年來胸腸科新進醫師 人數出現雪崩式下降 原本的訓練額度超過百人 但報名了只有30人 多加醫學中心甚至掛鈴 薪水的話算是內科裡面打倒數後段班 所以根本是前掃四多責任重離間欲近 胸腸科病患多是重症患者 加上值班工作壓力沉重也沒有自費商務 收入大打折扣 如今遲遲沒有心血加入 自身醫師擔心 如果下一波感染病毒來襲 恐怕只剩勞醫師在第一線扛起防疫作戰 接盤見網一聽蔡白報導